原标题 荣马丹亲汉兄决战大汉武帝刘彻背景及一声详细介绍汉式宗教武皇帝刘彻 前156年前87年汉朝的第七位天子 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 刘彻史汉景帝刘起的第十子汉太宗文帝刘恒的孙子 汉太祖刘邦的崇孙子 七岁时北策立位皇太子 十六岁登基 在位54年前141年前87年 在位期间数次大破匈奴吞并朝鲜前史初始西域 独尊独树 首创年号 他开拓汉朝最大版图 工业辉煌 但是 汉武帝连年征战 耗尽了伯库 导致民生凋敝 在位晚年发生农民暴动 并且在巫谷暗中冤杀无辜 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武座宫 享年七十岁 藏于茂陵 是号校武庙靠始宗 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8月10日 农历汉文帝口 7年7月初七公元前141年3月21日登基 刘彻的母亲王志进宫前曾嫁作金家父 生有一女 刘彻的外族也听了算命的话 将他从金家带走 禁旅皇太子刘彻 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刘彻四岁北策立为焦东王 七岁时北策立为太子 16岁登基 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 公元前87年3月29日 死于公元前87年3月29日 后元2年2月丁宝日14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 那已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 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 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 此外 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其在位期间 曾用年号有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寿 元鼎 元丁 元丰 太诸 天汉 太史 征和 后元 是小谷藏于茂陵 汉书品序刘彻雄才大略是法 说威强 瑞德约武就是说威严 坚强 明智 仁德教武 在中国历史书内 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 今天我们看他的历史 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杰出而特殊的人物 他的工业 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登基指出 汉武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西民政策 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 颁布大臣主赋言提出的推恩令 以法治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 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 他设立刺史 监察地方 加强中央集权 将野铁 煮盐 酿酒等民间生理编程由中央管理 禁止诸侯国筑钱 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 思想上 采用董仲书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 当然 汉武帝时期 汉朝已不曾缺少法治思想 在宣扬儒学的同时 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解释皇权的地位 因此 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 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 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已是政府的怀柔 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经文景时制的修养生期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 西汉王朝的国力已争争日上 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 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继位后 先平定南方米越国的动乱 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代有屈辱性质的和秦政策 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 派名叫魏清获取并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 收和靠地区 夺取和西走廊 打通西域 封廊居虚 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荫山甚至更远 在对修奴的战争同时 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 丧尸匪我茂盛的末南地区后 修奴往庭远迁末北 从此一蹶不振 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修奴对中原的威胁 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张谦初始西域 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春节始于太枝改立 汉武帝改正朔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 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修奴的和秦政策 开始对修奴正式宣战 先后派魏清获去并征伐 解除了修奴威胁 夺回河套河河西走廊地区 扩张了西域版图 将修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 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修奴又一次新兵南下 前锋直指上古今河北省淮岭县 汉武帝果断地任命魏清卫车齐将军迎击匈奴 这次用兵 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 车齐将军魏清直出上古 齐将军公孙敖从戴郡至戴险 金山西大同河北魏县一带出兵 新车将军公孙克从云中 金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 萧齐将军李广从燕门出兵 四路将领克帅一万骑兵 魏清首次出征 但他应有下战 直到龙城 修奴继扫天地祖先的地方 斩首七百人 取得胜利 另外三路 两路失败 一路无功而开 汉武帝看到只有魏清胜利开宣 非常赏识 加封关内侯 二公元前一百二十八年元朔元年的秋天 匈奴骑兵大举南下 先攻破辽西 杀死辽西太守 又打败于羊守江韩安国 劫瑞百姓两千多人 周五元前一二十八年元朗盛 即将提供出兵 逆一十八年元朗盛 谈起判